在当今时代,保护肾脏健康至关重要。 今天,我们就来重点点名十大护肾食物。 因为吃对食物绝对能够有效地保护肾脏, 来自澳洲的研究团队深入探讨了饮食习惯与肾脏病之间的紧密关系。 他们发现,那些经常坚持健康饮食的人, 能够减少高达30%慢性肾脏病的发生几率, 以及降低23%出现蛋白尿的可能性。 那么,肾脏的健康饮食究竟包括哪些呢? 主要包括摄入全骨根筋类、蔬菜水果、坚果、豆类和鱼类等。 接下来,我们将对这些有益肾脏的食物进行详细盘点, 看看究竟哪些食材在我心目中堪称肾脏的护国神山, 特别能够保护肾功能的衰退。 当然,本次视频提到的这10种护肾食材是针对肾功能, 还有60分以上,肾功能及格的人群,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保护自己的肾脏, 让肾脏功能永远不会掉到60分以下。 需要注意的是,这里面有部分食材还是含有磷、甲和蛋白质的。 如果您已经处于慢性肾衰竭阶段, 必须限制磷、甲和蛋白质的摄入。 那么,该如何正确摄取这类护肾食物, 同时又能避免高磷、甲对肾脏的破坏呢? 在视频的最后,我们会特别提醒慢性肾衰竭的肾友们, 该如何正确摄取这些护肾食物,就这一点一定要看到。 最后,在视频开始前,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,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,对于任何吃的、喝的、擦的。 涂抹的产品,一定要寻求肾友的专业品牌。 肾宝氏是全世界极少数专业聚焦于肾友健康的跨国生技公司品牌, 致力于开发并提供全世界符合肾友需求的专业生技产品, 包括肾性益生菌、肾性鱼油、五合一南瓜子与肾友极致保湿精华等。 目前,这些产品可通过网络订购,运送至台湾、美国、中国港澳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区。 最近,很多脸书一页式的广告都是来自对岸的诈骗, 千万不要相信,直接上肾宝氏的官网购买才能最安心。 那么,到底是哪十种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宛如天使般地保护着我们的肾脏呢? 第十名,小黄瓜,要保护肾功能,充足的饮水是最为重要的。 对于那些不喜欢喝白开水的人来说,最适合的食物莫过于小黄瓜了。 小黄瓜不仅含水量高达90%,而且富含维生素。 C,可以集大量的膳食纤维,有助于促进补水和维护肾脏的健康。 另外,小黄瓜还能够排除体内多余的尿酸和其他尿毒性物质, 因此有助于预防肾结石、痛风等问题。 小黄瓜中含有的胡皮素具有不错的利尿效果,有助于预防泌尿道感染。 同时,小黄瓜还含有膳食纤维,能带来饱腹感,且热量低, 尤其适用于减重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痛风的患者食用。 第九名,洋葱、慢性肾脏病往往与糖尿病、高血压。 高血脂以及慢性发炎性疾病密切相关, 洋葱富含硫化物和黄酮类化合物,是相当强效的抗氧化剂, 具有消炎抗菌、抗血糖、降血压、降胆固醇等作用。 总体而言,对肾脏具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。 洋葱无疑是相当优秀的抗发炎蔬菜。 慢性肾丝囚、肾炎患者,平日也可以多吃洋葱。 另外,糖尿病患者每餐可以摄取25到50公克的洋葱, 也能起到降低血糖和利尿的效果。 第八名,大蒜。 摄入过多的盐巴和酱料对肾脏非常有害, 而气味浓郁的葱姜蒜、辣椒、姜黄等都能够替代食盐酱料来增加食物的味道, 减少盐的使用量,从而降低肾脏的负担。 其中,大蒜是众多研究中表明对护肾有益的食材。 大蒜膳食纤维较高,每100公克含有4,2公克, 也富含维生素B1,以及一些美酮钾等。 其中,蒜素是许多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可以提升免疫力和杀菌的有效成分。 大蒜还具有抗发炎、抗氧化及消炎的作用,可预防多种肾脏疾病。 对于高血压肾病变患者特别有益。 当然,将大蒜剁碎生食最能有效地摄取到蒜素。 但是如果您的肠味道功能不佳,建议煮熟之后再食用, 以免过于刺激。 第七名,橄榄油。 在高油盐糖饮食的时代,为了预防高血脂带来的高血压、心脏病和肾脏衰竭, 建议大家多摄取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E的健康油脂。 来取代动物性的饱和油脂,如橄榄油、苦茶油等, 地中海饮食的研究发现,多摄取橄榄油、心脏病。 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几率都能明显降低。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橄榄油建议以低温清炒或凉拌的方式烹煮, 这样才能获得更完整的营养。 第六名,苹果,一天一苹果,医生远离我。 苹果是美国癌症学会推广的抗癌蔬果中的第一名, 也是肾脏科医师非常推荐给朋友们的可以吃的低钾护肾水果。 最好连提一起吃。 苹果富含直化素,包括多酚、绿原酸、胡皮素等,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,可保护肾脏。 防癌即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阳霉素可以稳定血糖,胡皮素可以保护我们的支气管。 另外,苹果还含有果胶、膳食纤维,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。 胆固醇,促进肠道蠕动,改善便秘,降低尿毒素,预防大肠癌。 第五名,豆芽菜。 对于肾友来说,限制蛋白和高蛋白饮食会增加肾脏负担。 但是蛋白质又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含有必须氨基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, 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。 因此,要选择对肾脏最健康的蛋白质,那就是豆蛋白。 豆蛋白是所有蛋白质中对肾脏最友善的,最不容易累积尿毒素的。 其中,高嵌的豆蛋白就是豆芽菜。 芽菜类含有丰富的活性植物性蛋白,每百公克约大概有三到四公克的含量, 比一般的蔬菜要高。 也就是说,豆芽菜对肾脏非常友善,高嵌蛋白质可以多多摄取。 黄豆芽,绿豆芽的膳食纤维各为二,七克合一,三克,两者皆比高粒菜的膳食纤维一,一克来得更多。 黄豆芽的纤维量也胜过白菜,蜗菊和菠菜等许多蔬菜,对肠道排除尿毒素和降低血脂肪非常有帮助。 第四名,黑木耳。 黑木耳是非常推荐肾友多摄取的超级呼吸食材,它是高嵌而且低磷。 低钾,富含钙的食材,非常适合需要高嵌,低磷,低钾的肾友,即一般民众食用。 黑木耳有素中之荤的美誉,因为黑木耳含有丰富的营养素,可与动物性食物相媲美。 而且,黑木耳的含铁量是猪肝的五倍,可以说是最佳的天然补血好食物,对于贫血的肾友来说非常有帮助。 每100公克,高达7,4公克的膳食纤维可以调节我们的血脂,促进肠胃蠕动,保护我们的肾脏,降低血压,保护心血管。 第三名,羽衣甘蓝。 羽衣甘蓝是十字花科家族中的一源,由于含有杯的胡萝卜素,维生素C,维生素E,维生素K,钙,铁,甲等众多的营养素。 再加上它高欠低卡,素有黄绿色蔬菜之王的美誉。 根据韩国人士大学的研究,持续给32名高血脂患者食用于羽衣甘蓝制成的饮料12个月后,不仅好的胆固醇增加,坏的胆固醇减少。 而且,BMI降低,腰围也变小,有效缓和心血管疾病。 相较于牛奶,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更多。 每100公克含有150毫克,对于缺钙的肾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高含量的维生素K可预防骨质疏松。 菠菜是众所周知的高铁食品,但羽衣甘蓝的铁含量比菠菜还高,可帮助制造血红蛋白。 羽衣甘蓝可以预防糖尿病。 含钾量高的羽衣甘蓝可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和水分。 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,是消除水肿,改善高血压的力气。 不过,慢性肾衰竭的肾友建议还是要汆烫后再摄取,不能摄取过多的钾离子。 第二名,蓝莓。 蓝莓是非常适合肾友的低钾高抗氧化水果,其抗氧化力是绿茶的10倍以上。 蓝莓富含丰富的花青素。 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,可帮助保护细胞,免受自由基的攻击。 花青素能提高我们的血管健康,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,也可以保护肾丝球的微血管。 而且还可以增强视力跟维持健康的皮肤。 此外,蓝莓也可以帮助调节血糖,这对糖尿病肾病变的患者尤其有益。 此外,蓝莓还含有维生素C,K以及肾有需要的矿物质。 如钙合酶,蓝莓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可预防尿路感染和肾结石的食物,因为它们含有类黄酮和花青素等化合物。 这些化合物可抑制细菌的生长,防止矿物质结晶的形成。 蓝莓含有丰富的水分和膳食纤维,有助于促进尿液,尿毒素的排出,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。 第一名,鱼油。 如果只能选择单一营养素来护肾,毫无悬念,第一名的护肾食物一定投给鱼油。 可参考我先前的影片,专门探讨鱼油与肾脏病的关系。 鱼油中的Omega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肾脏功能起着所有的好作用。 促循环效果可增加肾丝囚的过滤率,抗发炎效果降低了血管硬化和蛋白尿。 降低血脂又保护了血管健康,降血压,抗发炎,促循环, 将血脂这三大护身符效果一次包办。 如何摄取鱼油呢? 可以多摄取好的巴掌大的鱼,像秋刀鱼,青鱼皮鱼, 尖鱼,沙丁鱼,五子鱼来补充足够的鱼油。 但对于已经肾衰竭的肾油,因为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量, 或是直接补充肾性鱼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十大护肾食物排行榜。 建议平日要多摄取这些食物来保护您的肾脏, 让您的肾脏存款不要花得太快。 但若您的肾功能已经低于45分,需要限制蛋白。 磷、钾的摄入,该怎么办呢? 可以适当食用这些食物。 但是不要吃超过身体所能负荷的磷、钾和蛋白质。 限蛋白质一日不要超过五份的蛋白质。 除了以上饮食以外,日常良好的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保护肾脏也十分重要。 适量饮水,水是生命之源,对于肾脏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。 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,能够帮助肾脏有效地过滤血液,清除体内的废物和毒素。 每天饮用足够的水,还可以预防肾结石的形成。 维持肾脏的健康功能,建议根据个人情况,每天至少喝八杯水。 并且在炎热天气或进行体力活动时,应适当增加饮水量,控制血压。 高血压是导致肾脏损害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。 长期的高血压会使肾脏血管受损,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。 因此,定期监测血压,及时发现并控制高血压至关重要。 遵循医生的建议,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,如均衡饮食,适量运动,减少盐分摄入等。 同时按时服用降压药物,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,有助于保护肾脏免受损害,避免滥用药物。 许多药物都需要经过肾脏代谢。 滥用药物可能会对肾脏造成负担和损害。 在使用药物时,务必遵循医生的建议,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频繁更换药物。 特别是一些非灾体抗炎药,某些抗生素,某些中药等,对肾脏可能有潜在的副作用。 如果有肾脏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,在用药前应告知医生,以便选择对肾脏影响较小的药物。 戒烟现酒,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对肾脏健康产生不利影响。 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,减少肾脏的血液供应。 同时,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也会损害肾脏细胞,过量饮酒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。 长期饮酒还可能导致肝脏疾病,进而影响肾脏功能。 因此,为了保护肾脏健康,应尽量戒烟现酒。 减少对肾脏的损害,规律作息,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,充足的睡眠。 对于身体的健康和肾脏的正常功能都非常重要。 熬夜,睡眠不足会打乱身体的生物中,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平衡,进而对肾脏造成损害。 尽量保证每天晚上有足够的睡眠时间,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。 有助于维持肾脏的健康,减轻压力。 长期的高压力状态会导致身体分泌过多的应激激素。 对各个器官包括肾脏都会产生负面影响,学会有效的减压方法。 如运动、冥想、瑜伽、听音乐、与朋友聊天等,可以帮助缓解压力,保持身心健康。 通过减轻压力,能够减少对肾脏的损害,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 注意个人卫生,保持生殖器区域的清洁卫生,对于预防尿路感染至关重要。 尿路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,可能会逆行感染肾脏,导致肾脏炎症。 每天清洗生殖器区域,更换干净的内裤,避免不节性生活,可以有效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。 此外,注意手部卫生、勤洗手,也是预防感染的重要措施,定期体检,定期进行体检,包括尿常规、肾功能、血压等检查。 能够及早发现肾脏疾病的迹象,及时采取治疗措施,对于有家族肾脏疾病时,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,更应加强体检的频率。 密切关注肾脏健康,早期发现和治疗肾脏疾病,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,保护肾脏功能,适度运动,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。 促进血液循环,有助于肾脏的健康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,如散步、跑步、游泳、瑜伽、太极拳等,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。 但要注意避免过度运动和剧烈运动,以免对身体造成损伤,在运动前应进行适当的热身,运动后要进行拉伸放松,控制体重。 肥胖会增加肾脏的负担,导致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,进而损害肾脏健康,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,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内,有助于保护肾脏,选择均衡的饮食,减少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糖分的食物摄入,增加蔬菜、水果、全骨类食物的摄入。 同时,坚持运动,消耗多余的热量,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,注意饮食安全,避免食用不洁食物或饮用污染的水,以防止感染和中毒对肾脏造成损害。 选择新鲜、卫生的食物,合理储存和烹饪食物,避免食用过期或变质的食物,饮用干净的水,避免饮用生水或受到污染的水。 此外,注意饮食的均衡,避免过度摄入蛋白质、盐分和糖分,对肾脏健康也非常重要,避免憋尿。 长时间憋尿会导致尿液在膀胱内滞留,增加细菌感染的机会,同时尿液反流还可能会损伤肾脏。 因此,应养成及时排尿的习惯,避免憋尿,如果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排尿,也要尽量缩短憋尿的时间。 总之,保护肾脏健康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入手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如果发现有肾脏疾病的症状,如尿量改变,尿液异常,腰痛等,应及时就医,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。 同时,要遵循医生的建议,积极配合治疗,定期复查,以确保肾脏健康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,看完护肾食物种类繁多。 除了这十种护肾食物外,如果在您的心目中还有很多的护肾食材,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。 喜欢我的内容的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,我会分享各种养生小知识,总有一个能帮到您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